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一个热门的YouTube频道可以为你带来每月稳定的广告收入。 但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是,制作什么类型的视频才能赚钱? 怎么制作出一个受欢迎的视频等? 今天,小微就为大家推荐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视频制作软件。 即使你是视频制作新手,也能在几分钟内制作出大师级的视频。 互联网赚钱的模式有很多,我也为大家介绍过不同种类的赚钱方法。 其中,最热门的赚钱方法就是开通一个赚钱的YouTube频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平台,YouTube上有很多赚钱的频道,赚钱方法也不尽相同。 可能大部分新手同学都认为YouTuber都是依靠流量和广告费赚钱的。 但是,YouTube的广告开通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也就是同时满足1000订阅量加4000小时观看时长。 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 其实,你即使在短期内达不到YouTube的广告开通条件,也可以轻松赚钱。 因为很多新手YouTuber没有系统地学习YouTube新频道的运营技巧和方法。 所以导致其新开通的频道在6个月甚至一年内也达不到YouTube的收益门槛,因此不得不放弃。 而且,在各种高级视频编辑软件流行的今天,YouTube短视频的制作也更趋向专业化。 所以,使用普通剪辑软件设计出来的视频,已经很难取得高的排名和竞争力。 除了以上原因,作为YouTube的小语种,中文频道的总体访问量是非常有限的。 广告单价也远低于英文频道。 所以,开通一个英文频道,才能在同样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观看量和最大的收入。 因此,很多有开通YouTube频道想法的同学都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和困难而被劝退了。 其实,视频的制作非常简单。 而且,即使你短期内达不到YouTube的广告开通要求,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赚钱。 请跟着我进行操作。 在前期的节目里,我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一个名为InVideo的在线视频设计网站。 为了帮助新手YouTuber快速制作出专业的视频,InVideo为其用户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视频制作模板。 你只需进行简单的替换,就可以制作出一个精美的视频。 在开始讲解前,我先为大家简单地讲解一下今天的赚钱模式和流程。 首先,为自己的YouTube频道选择一个话题。 第二,使用InVideo制作相关视频。 第三,发布视频并开始赚钱。 第一步,为自己的频道选择一个主题并确认赚钱模式。 在开始创建一个新的YouTube频道前,你一定要对这个频道进行一个具体的规划。 那就是盈利模式的规划、频道主题的选择,以及如何运营和优化等。 首先,你需要知道YouTube的盈利模式。 除了广告收入,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赚钱。 例如常见的网站引流、联盟营销推广、亚马逊商品推广,以及品牌合作等。 而这些赚钱模式都不要求流量和订阅数,即使是一个新频道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快速赚钱。 今天,我主要为大家推荐一个流行的赚钱模式,那就是制作Top10类评测视频,来推广亚马逊联盟产品赚钱的方法。 想必大家在购买电子商品、电脑、家电等商品的时候都接触过Top10类横向、纵向对比的评测视频。 这类视频一直是YouTube最热门的视频类型之一。 因为评测类视频不但能为你带来巨大的流量、广告收入,还可以为你带来高额的联盟营销收入。 今天,我就以家具类Top10视频,为大家讲解这个赚钱模式。 第一步,注册一个亚马逊联盟账号。 点击Google、搜索Amazon Affiliate Program,或者直接输入网址进入亚马逊联盟注册地址。 亚马逊联盟营销项目是面向全球注册的,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免费注册一个Amazon Affiliate账号。 然后就可以开始推广Amazon的商品和服务并获得用金提成了。 点击Sign Up按钮,就可以开始注册了。 首先输入你的姓名、电子邮箱、密码,然后再次输入密码。 完成后,点击下方Create your Amazon Account按钮即可进入下一步。 打开你的注册邮箱,你就会收到一段数字验证码。 你只需把数字复制到Enter One Time Password一栏即可,然后点击Verify按钮进入下一步。 进入到下一步,首先选择国家,我以中国为例,选择China,然后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点击验证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六位数字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即可进入下一步。 验证完成后,我们就进入了注册页面。 首先在Pay Name一栏填写你的姓名。 地址一栏可以填写你的居住地址。 分别填写你的居住地址、城市、省份、国家,并再次填写电话号码。 完成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进入到下一步,输入你的网站地址。 如果你没有个人网站,你可以输入你的YouTube频道地址,或者免费网站地址,例如Medium、Google Site等。 在下方网站描述一栏,是否针对13岁以下儿童选项,选择No就可以了。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在店铺名称一栏可以随意选择,网站描述一栏可以进行简单的描述即可。 网站主题和推广产品类型可以随意选择,网站类型也可以任意选择。 网站流量和盈利模式一栏,简单地勾选必填选项即可。 包括网站盈利方法、流量类型、每月流量、加入原因等。 填写完成后输入验证码即可进入下一步。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整个注册流程。 输入用户名密码就可以进入到亚马逊联盟营销的后台页面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选择热销的亚马逊产品并进行推广了。 进入到亚马逊官方网站,在Furniture家具分类,搜索Bed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很多热销的商品。 例如这个名为Svenson Ping Adjustable Bed-Based的商品。 其售价为2995美元。 打开亚马逊的最新用金明细表,我们可以发现家具类的用金提成点数为3%。 也就是说,每当有一个客户从你的推荐链接购买了这个家具,你就会获得90美元左右的提成。 按照亚马逊的Copy政策,只要这位客户在24小时内购买了任意商品,你都会获得提成。 所以,每单的收益会远超90美元。 点击商品左上角,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商品的推广链接,复制到空白文本备用。 第二步,使用InVideo制作YouTube Top 10类视频。 打开InVideo的官方网站,点击右上角Sign Up按钮,就可以注册一个免费账号了。 你可以使用自己的Google、Facebook账号直接登录,或者注册一个新的用户名。 进入到后台,选择一个合适的视频模板,就可以开始制作视频了。 进入到设计页面,首先你需要准备文字素材和图片素材。 打开亚马逊,找到需要评测的商品,并复制描述文字和图像内容到电脑上。 然后打开InVideo,点击替换图片和文字内容。 替换完成后,你还可以使用InVideo自带的文字转语音功能为这段视频配音。 你只需要点击VoiceOver按钮,在右上角添加文字内容,系统就会为你自动朗读这段英文内容。 最后一步,添加背景音乐。 点击左侧Music按钮,选择一段适合背景音乐,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在接下来的步骤里,你只需要添加多个片段,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视频了。 第三步,发布视频并开始赚钱。 完成了视频的制作,你只需要把制作好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就可以了。 上传完视频后,在视频下方加入文字说明和亚马逊商品链接就可以完成本次操作流程。 只要你的观众点击了亚马逊链接并购买了商品,你就会获得用金。 在节目的最后,你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一、对每个视频进行优化,包括标题、文字描述、Tag标签、字幕等。 优化过的视频会取得更好的排名和流量。 二、对你的频道进行优化。 包括频道的装修、文字说明、头像设计。 这会给你的观众一个好的视觉体验,并快速积累粉丝数量和关注度。 三、由于是Top10类频道,你可以发布任何商品并进行评测。 所以,你无需考虑视频题材的选择,因为亚马逊的上百万种商品都是可以推广的。 四、坚持发布高质量视频。 只有观众满意你的视频,才会愿意观看并购买你推荐的商品。 只要坚持发布视频,你的频道就会不断地积累粉丝数量和观看时长。 达到了YouTube的广告开通条件后,你还可以开通广告,获得一份额外的收入。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 。